剛剛那個就是Range的最下面一列 因為如果直接把它放在我們程式的這個地方 感覺會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獨立出來 但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先丟給R 然後呢這個東西就是最右邊藍丟給C 然後把這兩個變數放在這邊來 這樣感覺會比較清爽一點有沒有 這樣應該可閱讀性比較高 不然你突然放 哇那麼長的東西放在那邊 感覺會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會多了上面這兩行 OK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知道一下這個是抓到最下面列 這個抓到最右邊藍 然後再把它放到這邊來 就是B4開始 所以這個是左上角那個儲存格 這個是右下角那個儲存格 所在的那個位置 那如果你抓到之後呢 這個框框就可以把它清掉了 這個是清除 那增加的話呢是 方法是差不多啦 只是一個是沒有 一個是把它改成有實現 並且加上紅色 大概是這樣子 其他大概沒什麼差別 然後底下我也是把它改成R跟C 去抓到這個邊界 那除了這個地方可以用 以後只要你那個範圍是不確定的 你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抓到左上角的跟右下角的 抓的方法其實用這一招 就可以把那個範圍給抓出來 OK 那因為今天的話呢 大概這個範例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因為這還剩下多少時間 所以我大概把那個 下個禮拜可能會講到的部分 先跟各位做個預告 再來就文字遊戲的範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會需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串接Email 就是這邊有這麼多Email 你要把它串在一起 中間必須加分號 或者加豆點 按下去自動就完成了 OK 那不過後面的話 我還會補充就是說 也許最好是按下去之後 自動呢就幫你發Mail 然後呢 甚至可以幫你夾帶你要的那個 就是你的檔案也可以附加檔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Excel本身 本來是不能夠寄Email的 那誰可以寄呢 在Office裡面呢 會有一個什麼Outlook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用Outlook 等於是有點外掛 也就是說呢 VBA可以把Outlook外掛進來 然後你引用那個Outlook 在背後幫你去寄信 不過前提特別注意喔 你要先把Outlook做一個設定 裡面的那個什麼POP3 SMTP 那制服器喔 你要先設定好 那你就可以自動 全自動的寄信 因為這些我其實平常都有在用 可以自動的 甚至可以設定幾點幾分幾秒 自動幫你寄給哪些人 或者甚至一段時間寄信 這些都可以辦得到 它的Email來源 就是可以從Excel裡面 就是你的清單就要建好了 比如哪一些信件要寄給誰 這個寄什麼這個寄什麼 其實都可以幫你對應好 什麼時間規則給他 他就會自動幫你去處理這些事情 這個是絕對辦得到的 就等同是有個秘書嘛 自動什麼時間幫你 只要把Schedule設定好我就好了 所以你等於是說你要寫VBA有點像自己寫Schedule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會講這個串接 然後那個Outlook怎麼樣 把它外掛進來幫你寄信 第一個 第二個擺家信是這些有160個信 我希望按下一個按鈕之後的話 自動幫我把這160個信全部放在這裡 方法很多啦 最好當然是按個按鈕 全部過來 VBA全部幫你串在這裡 那你希望把它放在這個格子裡面 怎麼放 由左到右放 向右 全部放過來 有沒有 這邊160個 一個蘿蔔的坑 向下 往下跑 160個 類似像這樣 怎麼做的 其實 只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了解一下 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如何放在多個儲存格 OK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合併 反正這個道理差不多 這個是下個禮拜的第一個範例 就是文字遊戲 第二個是銷貨單 這有點像進銷唇 比如說一個客戶打電話來 我是普通件 然後呢 我客戶編號多少 那我要買什麼東西 OK 然後買幾件 這個就改一下 OK 然後呢 買完之後的話呢 自動幫你累加 最後有個新增資料 這邊有個銷貨明晰對不對 自動幫你把這個訂單 call到這邊來一筆 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單號再加1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電話又來了 訂單 按下去又一筆訂單了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 競銷唇的系統 OK 而且呢 裡面有自動化 就是 選了一個 其他自己帶出來 選了一個 自己帶 而且 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就是普通件的話 它應該是五天 那五天之後呢 應該是 如果是以 12345 可是你會發現五天 可是呢 你會發現 這裡有個問題 它是五月三號 對 工作天數 因為一般上班時間都沒有人收 所以 理論上 如果我今天是 就是 我應該避開六日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個 下個禮拜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然後最後可以把它新增過來 有點利用怎麼樣 利用呢 也是有當成是資料庫 來儲存資料 大概主要下個禮拜 這兩個範例吧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簡單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 最好回去 可以先把這兩個範例 先預先做個準備 下一個禮拜 再來看一下 其他我們雲端上面 還有一些東西 還有其他範例 也許再把它增補一下 那因為剩下兩週的時間 看看我們 我們大概範例還有一些 所以把那邊 範例基本上把它講完 大概這一期的課程 大概就差不多 下一期的話 會有一些銜接 所以也是會有一些其他的進階範例 OK 今天的話我想 就先到這裡好了